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去杠杆环境效果企部门对民企部门的融资挤兑 赢利能力 融资贵 融资难 是支援民营经济效率提高的主要障碍 整体来看民企相对国企的经济效益成上行趋势 特别是13年后随着利率市场化和兼容体系的不断完善 民企部门相对国企的经济效率出现了快速攀升 但受强监管 仅信用影响 融资盟力再次 设融里当月债券净融资增加 主要受国企发债影响 进一步来看 累计净融资方面 尽管今年市融债券融资较去年大幅改善 在民企债券累计净融资却较去年严重恶化 今年1月至8月 民企累计净融资1877亿元 国企累计净融资15541亿元 而去年同期数据是民企4508亿元 国企2142亿元 前年则是民企8696亿元 国企19366亿元 量分析的结果和价分析的结果几乎一致 民企债券融资能力已退化至12、13年的水平 令人深思 223 上市民企融资环境一恶化 民企融资难数之一 在于民企股变缺乏资本金及底押品 自设立一时 股票市场主要服务国企融资 但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 股票市场已乐意成为优质民企融资及补充资本金的主要途径 而股权制要融资业务的推出更有效 提高了民企资信水平 然而近期以来 信用紧缩跌加随之而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以及外部贸易冲突的激化 使得年初资金大盘接连下挫 质押折价率不断下滑的同时 股权质押率却仍高居不下 研发市场忧虑 宏观景信用压力 在多米诺股台效应 下意尽数传导去股票市场 目前即使是大型优质民企 其股权融资环境也有所恶化 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角度看 电器设备 医药生物 计算机 家用电器等高新 科技产业资信水平收影响叫 把因这些行业以民企为主导 且对股票市场补充资本金的需求较强 二 三 拨开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变化 在米误之前 我们分析的是上市民企和中小型民企 民企分类还有个口径 即小微企业 我们的研究表明 上市民企和中小型民企融资处境的恶化 会叠加上小微企业的杠杆效应 从而对整个民营经济 产生巨大的波利影响 话句话说 通过在市测算的民企利差 可以反映整个民营经济的融资环境 而当前局面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 小微企业融资男 那么首要的问题是 如何对其进行测算 其次 其与上市民企 中小型民企的融资男又有何联系 我们通过之前所得的数据和结论 对这些逐一分析 我国的小微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 金融管理能力弱 抗风险能力差 导致银行放贷的不良率高企 此外 小微企业客户数量众多 银行管理难度大 引申种种因素 使得小微企业难以从银行等正规矩到获得现代资源 民间借贷现象活跃 基于此 我们选取了直接借贷利率指数 温州指数成国地区性 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 作为民间借贷利率和小微企业 整体融资成本的替代指标 我们对民企利差和温州指数 分别计算环比增值并取30天平均后 发现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和民企利差 在阅读间的走线基本保持一致 相关性显著性水平达0.000 另外 民间借贷综合利率的政府 愿为民企利差的了倍 这个结果在情历之中 我国企业融资以渐渐融资为主 而渐渐融资的主体为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在审贷的时候 首先关心的是该企业是国企还是民企 其次才是企业的规模 由于这种因素的存在 在叠加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和放大机制 中小型民企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有一定的共振性是必然的 此外 民企率差测散的主体为中小型民企 相比于小微企业而连其信用资质更优 因此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弹性会小些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 小微企业的处境好坏 依赖于中小型民企的处境好坏 而且变动幅度是加了杠杆的 近期以来民企率差的高支不下加倍 反应到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之中 后者就然拔高 另外这同时也检验了我们的结论 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 我们可通过价的角度 对民企融资环境进行测算 有四两波前接之效 依托金融市场的套利天性 可合理的测算出民企部门整体的融资压力 无论是来自于正规金融渠道 亦或者民间借贷渠道 三 当前融资环境下的民营经济处境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而中小企业大多数位民企 从总量上来看 民企部门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变自明 而民企融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政策关系的重点 那么民企部门究竟对实体经济意味着什么 和国企相比 民企近年来的表现怎么样 近期的融资困境和往年又有何不同 又对民企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三 一 宏观信用紧缩正在侵蚀民企的盈利能力 我们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民企相对国企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 我们分别测算了两部门的平均ROIC并计算其比值 ROIC指标作为投入资本回报率 衡量的是排除债务差异 后企业对投入资本运用的真实盈利能力 该指标能够很好的过滤掉国企和民企两部门债务上的不同的干扰 从而对两部门盈利能力做出最真实和客观的比较 近年以来民企部门相对于国企部门的经济效益在不断提高 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越来越依赖于民企而非国企 同时民企的经济效率则依赖于金融体系对其输血 次贷危机后09年至12年 民企相对于国企的经济效益有所消滑 但整体来看,民企部门的相对经济效率是在不断提高的 但由图可见,写率的拐点出现 在金融深化的13年 此后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体系的不断把善 民企部门相对经济效率出现了快速攀升 除此之外,另外两个验证 融资能力制约民营经济发展 逻辑的时期是2013年和2014年底 至2016年上半年 期间民企利差正处于低位 宏观信用边际向民企倾斜 而这两个时期 民企的相对经济效率也出现了抖升 2016年下半年尽管民企利差拔高 但由于无风险收益率仍低 流动性足够充裕 民企融资需求在总量上是得到满足的 因此相对经济效益继续走高 然而,受强监管,仅信用影响 融资能力再次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要害 17年开始相对ROIC接连下挫 民企盈利能力大幅衰退 直至18年二季度仍未见好转 三、二、宏观信用紧缩正来摧毁民企的常债空间 前面是从盈利端对民企和国企做了比较分析 下面我们再来看与盈利能力成民币两面的常债能力 整体而言 自2007年以来 无论上市民企还是上市国企 在流动性管理方面都愈加重视 且有长足的进步 体现在短期常债指标上 就是流动比率均在逐年提高 但从结构上来看 有两大特征值得注意 首先是2007年开始 民企流动比率就始终高于国企 其次民企流动比率 与国企流动比率的比值也在逐年提高 究其根源 有资产端和负债端两方面原因 资产端来看 自07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里民企的ROIC均高于国企 民企创收的能力更强 分子端压力更小些 负债端来看 随着实体经济下行 国企融自由政府信用 做担保 就有足量抵押品 而民企在两方面都处于弱势 负债端压力更大些 民企流动比率的分子 一上南下而分母一下南上 导致两者比值逐渐提高 然而12年开始 两者流动比率的比值是基本稳定 在1.13的中枢水平 是何原因呢 显然不是资产端的问题 事实上民企的ROIC在12年后比国企更高了 分子更加异上南下才对 究其原因 根本在于民企负债端融资环境得到了改善 我们在数据上 演证了这一点 我们将上市民企和国企的平均流动比率之比 上市民企流动比率 上市国企流动比率 和民企利差 民企债券收益率 国企债券收益率 放在一张图里 可以发现 12年至16年底 民企利差和上市企业流动比率 这比的走向几乎完全一致 就反映出债券市场 与股票市场 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 融资主体和投资主体 在这段时期达到了均衡状态 这个现象的微观解释是很直观的 随着债券市场 为代表的金融市场日益完善 民企负债端压力逐渐收敛 不再盲目地囤干粮 已被不实秩序 而是根据金融市场中信用环境的变化 有地方时 在察觉到宏观的信用环境 民企利差来刻画 对民企不友好时 上市民企会储备资金干粮 应对短期场债需求 而随着民企利差的上升 民企倾限于更多的减少投资 来补充流动资产 甚至变现非流动资产以抵债 反之亦然 民企利差的下降将降低 民企囤干粮的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在15年流动性极度宽余的时候 民企的相对流动比率 也处在今年低点的原因 然而17年至今年企利差与流动比率 致币的联动关系开始紊乱 这背后反映出金融舒适攻击与民企融资需求的背离 偷袭来看 半轮巨杠杆时的国企融资成本 在16年底的时候周升 而民企融资成本受众小企业促进法修订法案以及银行放贷需求 由民企承接的影响而快速下行 表现出来就是17年初民企利差的大幅下滑 然而巨杠杆虽生了民企对信用极肩紧缩的普遍担忧 囤干粮风潮在起 使得17年开始流动比率值比值仍然维持高位 从债券金融资上也能看出 17年上半年国企当月金融资基本位复数 而民企金融资依然是维持在高水位的 从17年9月份开始 流动比率值比值最终下行 直至18年而季度仍未见起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市民企利差的周然提高 这里的背离如何解释呢 主因是由于创收能力不尽 17年开始免企相对ROIC正当下行 民企囤干粮 已到了贷进粮绝的地步 而基本面下行压力 强奸管及外部贸易冲突 加剧 再次激化了金融部门的风险 玷污情绪 宏观信用环境 针对民企部门再度收缩 民企利差周升 囤干粮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违约 民企违约频发的现状正是民企但 尽量觉得失声悲鸣 对比来看 今日所见所闻其实并不新鲜 历史在偶然间再次重演 过去可比的两个时期就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分别是二年和十四年 当时都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金融部门针对民企部门在融资上相对国企收紧 民企利差不断退高 流动比率之比不断上升 在随后由于政府推行了各项缓解民企融资难的政策 民企利差连续下行 流动比率之比也随之下行 综上说明民企要求发展缺的不是项目 而是钱 缺钱是当前阻碍民企经济效益释放的主要矛盾 因此要创新金融机制 大力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市场 完善渐渐融资体制 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到民企投融资中来 从而释放民企的活力 保证经济结构调整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四 过去的政策影响几何 未来的政策去往何方 一直以来 政府为了解决民企的融资难题 但不合推行了各类政策 我们对这些政策做了整理 发现政策推行的时点和出台 的数量均与民企利差高度相关 经验规律上看 绝大部分政策出台 时间正好对应着民企利差大于1 而之前的数据显示 民企利差唯一正好对应于上市民企国 企流动比率之比为1.13 事实上1.13的民企国企流动性比率之比也正好是12年上半年和12年下半年 13年和14年 以及15年和16年的分界线 换句话说 1.13是经济下行 压力较小和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的分界线 我们不妨做个推断 1.13的流动比率之比是我国上市民企国企信用资质差异的均衡水平 如此一来 不仅说明了为何民企利差指标和政策动向如此密切相关 更表明了大于1的民企利差已超出了民营经济承受的合理范围 因此 民企利差保住意理应是当下政策的核心诉求 4.1.定向降准本货币信贷手段 非常有知己 从最近的政策来看 今年1月以来的三轮定向降准收效并不理想 下图是民企利差和政策推行十点的联系图 可以发现 1月实行定向降准后民企利差依然快速上行 而4月和6月公布定向降准后民企利差的表现则完全一致 均是先在高位区间里快速下谈 但随后又迅速反弹 定向降准政策只是阶段性并遏制了民企融资困境的进一步恶化 但没能从根本上引起改善 回顾历史 显而易见 流动性宽松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可以发现 14到15年间民企利差在不断下行 这背后有个类政策和力推动的因素 但主要的因素当属流动性宽松 然而过于宽松的流动性将由于逆下选择和道德风险 又是本就经营不善的企业品而走险 冒进举债 阻碍到市场出清 45年以来 债务违约此起彼伏且一浪胜过一浪 其原因有二 一方面急性又紧缩 导致民企盈利能力下滑 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 不利于企业的正常经营 乃至于产生流动性危机 另一方面就是流动性充具 使本就经营不善的企业猫进举债 即便付出了很多代价 上轮大放选 依然不能在长期内稳定住民企利差 16年民企利差再次走扩 并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显现 历史证明了我们的金融市场仍待完善 目前教南同时满足极大放水 以拯救民营经济 又不给整个实体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这两大目标 4 2 减税降费对民企选中冲碳 社保补缴应当以稳自当头 无论是定向降准还是降准降息 都没能长久激励金融市场 合理 得为民营经济输铁 虽然货币现代政策孤怒难知 但正如前文所述 民营经济效益的主要阻碍是缺钱 而在实体经济承压 企业盈利下滑 金融部门风险业务帐行的当前阶段 除依赖货币现代政策之外 还能有哪些方式 为民企选中送炭 减税降费是一个可考虑的选择 概念减税降费的优点有二 相较货币现代政策而言 减税降费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内部盈余 这种影响是长久且稳定的 有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 合理的制定经营决策 与此相反 货币政策调控的相机抉择性太强 叠加目前民企融资成本 对宏观信用环境的弹性很大 不利于民企合理安排经营行为 并且由于预期不稳定 民企更容易出现恐慌情绪 在融资成本低 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要害 17年开始相对ROIC接连下措 民企盈利能力大幅衰退 直至18年二季度仍未见好转 长下能力 我们的研究发现 12年至16年底 民企利差和上市企业流动比率之币的走向完全一致 这充分揭示了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 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 融资主体和投资主体 在这段时期达到了均衡状态 然而17年初开始被离 18年3月后 更是出现剪刀差 其根源在于民企融资环境已严重恶化 民企国企的相对流动比率高低 与经济下行 压力的大小直接挂钩 1.13为临界水平 与这联系的民企利差水平是1 因此 民企利差保住一英 是当前政策核心诉求 3月以后相对流动比率 与年写利差亦呈现剪刀差 民企无力同干粮 叠加信用对民企缩紧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将加大 倒逼政策推进 关于未来政策走向 短期来看 货币政策不稳定的 缺点令其估论来之 我们预期会在减税教费上做出更多行动 是融追角则将一文字当头 报告证文 1.中国特色三级利率定价机制 政府 股企 民企在我国目前的兼容系统中 融资成本主要单三级 层层低增 第一级是以无风险利率定价的政策性部门 主要为政府机关和政策性银行 第二级为叠加了信用利差的国企部门 以信用等级较高的央企和地方国企位 持奔拥而上 在融资成本高时退入朝永 二减税教费并不依赖于金融部门的中介 而持与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相关 因此更利于市场自然出清 历史经验表明 但前我国的金融部门在信用资源配置上仍存在扭曲 业下选择和大德风险会使货币现代政策效果大大折扣 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自安出清 而减税降费的增量资金 使与企业的经营效益直接挂钩 能对经营效益良好的企业选中送炭 又不会使经营不善的企业积犬升迁 同时达到了多个政策效果 增扣经济比例 此外 近期社保争奖的营起市场任意 作为减税降费的对冲措施 我们也对其影响做了策赞 公开数据显示 2017年全国社保收入 67154亿元 为了策算实际应有社保总额 我们需要估算续年全国城镇单位 和企业职工工资总收入 按以下公式计算 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收入 等于平均工资新就业人数其中 就业人数等于承证 就业人员 承证个体就业人员 经我们的策算 就业人数算得3.3亿人 而按16年平均工资增速 17年的平均工资 估计约7.3万元每年 策算的工资总收入 约24.16万亿元 再假设平均社保费比例 为37.5% 实际可能高估 算得理应上售社保费约9万亿元 两相比较 可估算社保 要收缺口约2.3万亿元 假设保费在职工和企业 兼一 二的比例进行分摊 可得职工分摊 7667亿元 企业需补缴社保 1.53万亿元 那么这对民企的利润 影响几何呢 假设2017年 贵上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约7.52万亿元 按照2017年上市公司中工业企业利润比例 工业类上市公司利润总额1.42万亿 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总额比例接近三分之一 来估算的话 成豪业归上企业利润约22.5万亿元 至此 如假设一次性追缴2017年社保缺口 将给企业带来利润总额增速 下滑6.8% 而根据我们的调研 不足额缴纳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 以及意味着民营企业利润总额降幅更大 因此 社保增缴料将平稳推行 以免民营经济续上下双 9月6日国常会提出 抓紧研究是当降低失保费率 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以及发市场活力 引导社会预期向好 符合我们的预期 后续政策可期 风险提示 经济基本面潮预期 贸易冲突计划 主 主要是大中型企业 第三级位在国企融资成本基础之上 进一步叠加了民企利润的民企部门 以信用等级偏低 这种小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为主 我们经常说利率债 信用债 实际上涉及的主要是政策性部门 以及国企部门 所谓的无风险利率和信用利差 也主要是在衡量这两个部门的融资成本 而对于民企部门 市场机率的关注较少 也还要人提出测算 其融资成本的方法 但几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压大 在经济化党升级的客观需求下 民营经济富有活力 经济效益高的特征令其重要性不断凸显 而融资作为民营经济的关键诉求 也就成为了政策关注的重点 特别是近期以来 在去刚赶的大环境下 债务违远平线 定向降准等事件分制踏来 令人目不暇接 那么我们迫切想知道 目前民企融资问题有多严重 为什么要关注民企融资问题 历史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参考 以后政策又将怎么走 本文希望梳理出一个一般性的框架 用于理解当下的一系列现象 从而对未来做出合理的预判 二、民企融资问题有多严重 关于民企融资问题的测算 主要有两种角度 量和假 分别涉及难和贵 对于可测量和及时性而言 自然是假的角度更好 一方面是因为民企融资的途径 而概念非常广泛 被标收缩了不代表民企融资就变少了 可能发 债货借贷更多了 甚至互相欠讨是测算难度加大 而融资成本则是共振式的 贷款成本抬升必然也会抬升期待途径的成本 否则就存在套利 另一方面 加的时效性也更强 资产交易和利率定价 是时刻都在进行的 只要愿意 人们随时都能获得了最新的信息 而量则是由相关部门按时统计并公布 一般只有阅度甚至季度数据 因此很可能忽略掉许多重要的信息 当然 加的分析也有不足的地方 例如很多融资成本并不显化 导致数据会有样本偏差 另外加种多的零载在各市场的成本信息 综合起来分析也很复杂 需要考虑各种因素 但这些都是可以妥善解决的 只要数据采集合理 样本容量足够大 就可降低测算物差 这正是价分析相对于量分析的一大优势 尽管如此 量分析也有存在的必要性 一来可以在宏观层面上揭示政策导向 如何传导至金融市场 二来还可以和中微观的价格变动相互印证 便与我们充分把握当下的局面 二 一 民企融资到底有多贵 为了更全面的揭示问题 我们在传统利率定价框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细化 将民企融资成本化奔成无风险利率 信用利差 民企利差三个部分 无风险利率和信用利差是我们可以直接观测到的 需要测算的部分是民企利差 为了控制变量 我们将民企利差 局限为AA及民企和国企四年期债 全到期收益率的差值 如前所述 加分析的优点极为得益于套利行为的存在 市场利率倾向于同上同跌 我们可以一小见大 四两拨千金 此外 为了扩大量本容量 我们进一步将民企样本 限定在公司债市场 将国企样本限定在中期票制市场 事实上 即使考虑不同市场的结构性差异后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在对30万条交易数据进行处理后 我们得到了民企利差走势图 可见 民企融资成本长期高于国企 并且目前的民企利差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具体来看 期高于12年4月份以来80%以上的时期 仅次于14年二季度 16年下半年 与17年8到10月份相当 统计期间上民企利差的高点为14年4月份 原因是当年3月ST超预违约点燃了市场的空旷情绪 而低点为15年10月份 当时经历了数轮降准降薪以及地方债务危机恐慌 民企利差在经济下行压力大 民企违约平出的时期会高起 而其所债不仅依赖于市场风险偏好的恢复 更依赖于政策的推动 如果将13年上半年的利差作为民企利差的合一水平 即0.5 而将1作为民企利差失衡的临界水平 那么统计期间中只有频繁降准降息的15年处在合一水平以下 而凡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期 无一例外都出现了民企利差失衡的问题 17年经济展现了任性的一面 但由于去杠杆的推进 信用收缩导致民企出现流动性危机 进而平线债务违约 民企利差一直处于失衡状态 直到四季度在政策的矫正下才缓和 18年随着经济下行 债务违约叠加去杠杆的深入推进 民企利差又再度失衡 即便经历了三轮并向降转 也依然未见好转 民企利差反映的是相对于民企 宏观上的信用资源 向国企倾斜的程度 利差越大 表明金融系统越倾向于给国企注资 但微观上我们还要看民企个体 这时要看债务成本的绝对水平 债务成本升高 将直接增加经营成本 作伤企业盈利能力 民企的融资成本构成如下 民企融资成本等于无风险利率 加信用利差加民企利差等于国企 融资成本加民企利差我们发现 但前民企的盈利能力虽不及时二年 但融资成本却更贵 这是此轮价为热浪潮的主要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去杠杆环境 向国企部门对民企部门的融资积兑 我们用四年七周跳到七收益率 来表示国企融资成本 目前国企融资成本与十二年相当 约为5.5% 民企利差则较12年 高出了近0.3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当前的民企融资成本较至十二年更贵了 与之相反的是 十二年民意GDP增速中输 在10.5%附近 而今年二季度时民意GDP增速仅为9.98% 将十二年低了近0.5个百分点 两指和即相差0.8个百分点 在考虑到方差作用下为不风险进一步放大 近期的民企债务违约紧喷实属情理智中 二二 民企融资到底有多难于民营企业融资 贵向伴随的 是难 这里的难根本上源自于从银行解贷难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过国的民营企业都为中小型企业 主要依靠创新成长 相对于国企而言表上难看 从资产负债表来说 民企普遍缺乏资本金和抵押品 对风险的抵抗能力不强 从险金流量表来说 民企资金管理能力较低 现金流相对紧张 容易在不景气的时候陷入危机 从利润表来说 民企由于缺乏建圈的财务管理体系及类控制度 面对信贷资源的稀缺性 利润粉饰的动机更强 而表外来看 民企处于弱势地位 输缺乏信用担保等 而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 作为盈利性机构 商行的考虑 主要基于资产质量及风险收益 且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金 携带受信额度 流动性等等一系列指标都有要求 民企首先是缺乏资本金和抵押品 其可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银行对中小民企放派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都与大企业融资将差无几 最后是中小民企融资业务风险天然的 较高且收益较差 种种因素叠加之下 银行对民企普遍有携带心理 即使银行愿意放贷 也是要经过白杂的贷款手续 特别是严苛的抵押手续 这会对中小民企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自然 当宏观调控 压缩贷款规模出现的时候 首当其冲的必然会是民企 三 从业务人员来看 惩罚激励不对等的机制之下 业务人员对民企表现消极 银行对贷款责任 人的责任追究惩罚很大 一笔贷款失误 可能使得业务人员终身受牵连 但贷款顺利收回 却没有额外的奖励 激励机制缺乏 此外 业务人员做民企融资业务 会招致利益输送的怀疑 民企在银行借贷等官邦 建基融资渠道胜利遭碰壁 而发展等直接融资渠道 仍存在着较高的壁垒 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飞标 民间借贷 P2P等融资途径 下面我们就上书途径分别一一剖析 二 二 一 收融持续收缩 飞标收紧17年以来 摄融与M2连续滑落 在总量层面清楚地展现了仅信用政策推进的力度 46年底强监管仅信用以来 国内现代环境大幅收紧 摄融和M2加速下滑 今年7月份摄融存量同比增速仅为10.3% 创2005年以来新低 于此相对应 7月份与M2同比增速仅仅为8.5% 处于历史底部区间 从结构上看 市容持续下滑 如因市飞标融资信托贷款 为托贷款 为贴现成对汇票大幅收缩 截止至7月份 累计新增飞标较去年同期 减少了41605亿元 而新增贷款增加了8099亿元 新增债券融资 增加了12409亿元 这意味着 贷款与债券融资可激增 量无法抵补飞标融资减量 当前飞标会表阻碍重重 不容乐观 而只要到飞标来看 飞标融资需求方 主要分4类企业 分别中小微企业 房地产开发商 地方融机平台 以及两高医生行业 半轮飞标收缩 主要对这4类主体进行了打击 对于后3类企业来说 由于和地方政府 以及银行有着各种关系 正门被堵上了依然可以开偏门 而对中小微企业而言 飞标收件会暗如下顺序 全方位摧毁其资金水平 市场出现民企风险伤行的预期 信用资取下沉与银行基带 资本市场连锁反应 其他融资渠道收缩 民企陷入流动性困境 以至于流动性危机 事实上 近期民企违约潮的产生 正是资本市场在预期中自我实现的结果 二 二 二 民企债券进融资衰退 至历史低谷从涉融资量来看 今年1月至7月先增企业债券融资 累计12409亿元 较去年同比增加13496亿元 债券融资大幅放量 飞标紧缩与债券融资成本走低 是本轮发债改善的主要原因 再从结构上看 今年民企在债券融资方面较去年大幅乐化 已衰退至历史低谷 我们统计了历年短容 中票 公司债集资募债 企业债 电线工具 资产支持证券 可转贷 可交换债等券中的发行 偿还 提前偿还和回收情况后发现 年初至今民企当院债券进融资料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